日本一次就住了六十万 这是五千亿 97年又住三十万 两千多亿 98年再住十六万 98年11月实在不行 他就通过了金融重建法案 再住住五千亿 前后加了多少 一点八的吹 最后怎么样 没解决 什么问题呢 那么Benet和所有的美国经济学家 就总结了 打仗不能添油战术 就像大堤接口了 你又堵就一枪堵住 你别丢两包沙子水冲着 又丢两包又冲着 所以这个金融教训 日本已经提供了 所以中国量说 功不可战战不可三 量力而用肉得则废 要不然你就别打 要打就一次打平 是吧 这金融学道理也是一样 这个日本人呢 没少花钱 但是呢 从 1990年 一直拖到现在 2009年 只有呢 1996 9596年年好 日本经济要走出困境了 这高速率回头到4%到5%了 但是大家记住 9596年 日本人大量投资东南亚 在泰国 马来西亚非印度尼西亚 制造了第二个泡沫 它是从泡沫之中拿到了 奎特曼米 等到1997年 东南亚泡沫经济崩溃 日本就撤了一天 所以靠别人的泡沫来想 自己最后还是泡沫 日本人八次注资 没解决问题 估计呢 2009年 日本又要输增长 那么这个教训 就给美国人 提供一个版本 不印钞票 行不行 日本不是 可以 日本还有钱 能够从出口 有胜利率 有财政结局注入 住了18年 没解决问题 你美国有钱注入吗 就是注入了 要多少年才能恢复呢 咱们去修复这个银行体系 你要不然就一次够 所以这次在 在布兰西斯科的会议上 很多人就挑战 班南亚泽 说你请问 你8500亿 怎么算出来的 班南亚泽自己成员 没算 拍哪个拍的 没法算 所以这个经济学家之间的 debate还是很不留情面 那些问的也都是 诺贝尔想得主 所以毫不客气 你怎么算 拍脑子拍出来的 估计要8500亿 那么大家想一想 日本的经济规模 也还不到美国的一半 他做了1.8 18000亿都没解决问题 你摆那些说 8500亿都能解决问题 谁信呢 8500亿够多 一个大文化 那么下面呢 现在到今天 已经用出30000亿 2500亿直接注入了银行 10月底向首批9家银行注资 随后有200家银行获得援助 3780亿美元就员AIG 最大的保险公司 2500亿美元就员花旗银行 City Group 144亿美元就住Bitree 那么3500亿出去了 居然没有明细帐 没有明细帐 没有transparency 所以那些大老百姓 讲一下没关系啊 人家不听 这些诺贝尔奖 这个主客就发牢骚了 你搞什么能拿出来给我们看看 怎么花的 Sommers and F 不假 没发现 现在就这个状态 他也来撒谎 也来掩盖这个真相 因为把这个密拿出来垮得更快啊 那么3500亿是哪来的 这个问题老嘴啊 就很有趣 那么现在美国国会通过一个决议 通过一亚给授权美国财政部发行8500亿战券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印票子这个东西是印不得的 这是反复证明啊 社会上就这么多东西 有这么多钱 你中央银行花花一印 你票的多印一倍 印价上不止一倍 你就整个票子就做成 这个事儿大家不用怀疑的 所以美国政府今天 这从来不说这钱哪来的 说我们发了债券 那么请问债券卖给谁了 谁买了债券 你要知道这个债券 它的8500亿 相当于美国每一个citizen 3000美元 要每个人 不论大人小孩老头 都得拿3000美元来买国债 请问美国人有3000美元吗 不论大人小孩都得交3000 没有啊 所以肯定美国人是买不起的 300美元一个人都拿不出来 不要说3000 我们都有数字的 分析得清清楚楚 它拿不出来 没有saving啊 是不是 很多都是月光族啊 月月光 就拿钱拿不出来 那么钱哪来 下面呢就说 大家给我追啊 那么Banek的Federal Reserve Bank 它的主案是什么呢 那么争吵中也逼出来了 他说最好呢 是中国人买过2000美元啊 日本人买2000啊 中东买2000 我们的国内想法再借2500啊 这是它的理想方案 这一架 就刚才讲的全球化了 这把毛头皮球就踢到中国去了 是叫你中国买我2000亿啊 你中国不买我就要死了 要死你也不能好啊 你现在买了我7500多亿的美国债券 是不是 请你再买两钱 凑够一万票吧 所以刚才呢 还讲了 我还听到啊 这个Banek自己呢 他也有说法空 现在人到那个时候 也说难以理不公公